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人民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疫情防控中 展示出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 这让全军官兵倍感振奋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重任在兼 时不我待 随时准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力荐出鞘 去年的抗议斗争 我们之所以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其实也是得益于国家不断发展完善的 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体系建设 许多新装备 新技术运用到边防部队建设上 给我们的生活训练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我们一定将上级对我们的关怀 转化为忠诚 戍边的动力 守卫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报告中还提到了关于军人军署 退役军人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大家纷纷表示报告的内容贴近民声 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 我们基层官兵感觉心里很暖 练兵备战的进途也更足了 下一步 我将第一时间围绕官兵关注的 子女入学 医疗保障 就业安置等政策 进行宣讲解读 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 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能给广大基层官兵 带来更多的福利 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清除和力量 全军官兵围绕报告中提到的 聚焦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推进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等内容 继继续展开学习讨论 作为一支新型合成部队 为战而生 下战而行 无论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我们要做的是加强练兵备战 练就过意本领 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举例练兵备战 全面推进转型建设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百年华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